台上的相關機關或是我們的專家學者來回應各位的問題 在開始我們發言之前 我們現場學士修學員也到現場 來關切這個議員 還有我們王鋒威 辦公室主任也是到現場 陳介人 陳主任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請第一位羅吉蓮 羅先生 麻煩 我們剛剛有講 每位三分鐘 我們在兩分鐘的時候會有一個的影響提醒 謝謝 課的話我不再講 因為我時間只有三分鐘 不夠講 對 開始 第二 我是說去年的會議說今年要上網公告 公告的結果有嗎 我都找不到 會議後會 不是 我們的會議結論 是你的那個專探報告的那一份字 你上面寫的結果嗎 第一個 這個在這邊 第二張 那這張就是用剛剛他的這個 這個專探這個 我對這份的質疑是這樣 我的疑慮是這樣 他的地表是在 20到57公尺嘛 這叫地表 那斷層在下面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 如果我看的沒有錯的話 然後2013年的時候 南投的發生地震的時候 中原院說這個就是盲斷層有關 那這是不是一個盲斷層呢 從地調所的定義來講 它斷層沒有入到地面的 它就是盲斷層 那盲斷層就是受這個擠壓 在這邊就是斷層斷了 可是它這個沒有透過這個出展的地方 告訴你這就是盲斷層 那第二點啊 呃 現場我在4月2號去拍這個 磚孔後的這個 這個水的位置啊 根色好像差很多 這個看起來大概25公里到30公里 這個寫 接觸2.5米 那差很多 可不可以再確認下一張 那在今年的2月6號 那個南台的地震 大家都知道 這是盲斷層惹禍 這是台式的那個報道 這是民視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 你台北斷層在這附近 你這個盲斷層 我假設 剛剛我講的盲斷層就是這個的話 那如果是盲斷層動的話 並不是說你台北斷層就不會動 那它動的話 它還會去扯到別人的第二個斷層 就是東大馬國鋒叫做著的 你這個在那個高雄的這個 這個叫做美龍 美龍層在地震以後 它存在台南 台南又有住在這裏 所以 盲斷層是不可以輕忽的 那我要講說盲斷層的存在 要先要考慮居住的安全 下一張 那所以我後面的解釋就是這樣 我說我們開發 重點不是在人口 和建築物的高度的需求增加 是要去考慮他說 我們這邊底下是台北斷層通過 易化高顯示區盲斷層等 這是脆弱的問題 那所以我建議那個市長說 不要說到簡單講說要有完整的資料 不要誤判 那我們再提到有這些問題在那裡的時候 那當然我是想優先考量 以順應自然的方法 規劃是防災公園及低密度開放 第二點 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剛剛有這個叫王老師講的 他說 我外面就照X光 看到裡面 可是裡面長的樣子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這裡沒有做到一個件事情 就是說 碳磁式定連分析 這是什麼呢 就好不然我們就做了那個試鏡一樣 裡面的腸子裡面的腫瘤 稀肉割掉 裡面去檢驗說 它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的 同樣的 你這個要去做 你才知道說 這個斷層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你沒有去做 你怎麼去能用推論呢 所以我說不要用推論的方式 要用科學的方式 再去補作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陳碧霞女士 陳碧霞 陳女士在嗎 好 麻煩